是因为你们要叫她做什么 她不喜欢做的事不听话 所以你们就殴打她 头戴帽子深情严肃 当时妹妹指控 姐姐住进新北卢州某护里之家 却浑身是伤 右脚踝流血这个红肿溃烂 手指骨折 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家属却隔了好几天才接获通知 让她不能接受 家属控诉姐姐64岁 因为生病生活没办法自理 住进护里之家长达11年 除了5年前小母子受伤 必须得开刀截肢 去年8月4号家属又发现她右脚受伤 护里员通知家属表示当事人自己跌倒 家属紧急送医治疗 医生确说病况严重 犯罪性骨折要紧急开刀 诊断证明也写重物极大 夫人前前后后开刀6次 还在住院观察 医療再带回去 然后你怎么又发现 手指手怎么又断了半截 还是有点怀疑 但是我们没有问她 这次是太严重了 我们才觉得说我们要问清楚 我们介绍市场程序 我们不知道要在说什么 因为毕竟已经都要法院士讲了 所以现场查核结果 上南任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势 那如果民众有著名受到 不当对待的具体试证 亦可提供本局 那以例后续的案件调查 家属提告伤害 官司还在诉讼中 没有的指控 约方强调一切交由司法解决 新北卫生局表示 去年获报后 已经前往护里之家击查 后续持续追踪病患状况 给家属一个交代 华新闻张德胜 陆新新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